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四目相对 第二天 小Q将这件事分享给了群友们 群友们表示闻所未闻 其中一位群友B不相信小Q说的话 认为小Q在骗他们 确实没经历过谁相信bug居然也能传染 于是为了求证 群友B将自己的账号发给小Q 小Q将群友B的账号登录在自己的手机上 然后退出 结果可想而知 群友B发现自己的账号也被感染了进华病毒 我在想会不会是小Q的朋友小A 使用的修改器等软件 才催生了这种奇葩的bug呢 惊群问发现并不是 小A居然还是个V8大佬 由于此bug影响游戏体验 小Q选择向客服进行反馈 得到的回复是 此bug属于小范围bug 需要工程师进一步测试 也就是说 如果工程师测试不出来这个bug 进华病毒将无法被定位和修复 我想了想 这个病毒只有被传染才会出现 工程师的账号没有被传染 怎么能测试出来这个bug呢 于是我亲自向官方人员进行反馈 并附上一个被传染的游戏账号 想要修复bug 必先感染上bug 工程师在登录上被传染的账号之后 自然会感染上进华病毒 老铁们 你们觉得我做的对吗 总结一下 此bug的表现是 镜头滑动功能无法使用 特性是可以传染 传播途径 账号 到设备 再到账号 也就是说 携带进华病毒的账号 在登录某个设备之后 会将病毒传染给这个设备 之后 别人账号在这个设备上登录 将被感染 bug产生的原因尚不明确 希望工程师们早日消灭进华病毒 下期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